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 听说日本环球以前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店玩意儿 正好又刚看完鬼灭之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 不管怎么样这个家伙是待不下去了 好了明天见 你们知道在日本鬼灭之人的周边有多难抢吗 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 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 这河里面真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耶大迪士尼了 果然人类为了主题那边都是可以不睡觉的 这河里面真 然后静缘的第一站我们就直接冲向了鬼灭的园区 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迷豆子 因为它是限量发售 中午来肯定就没了 真好看啊家伙们 它真的很精致耶 发现一只大狗子 好乖哦 等一下我突然反应过来 来了这么多次环球一层 我都没穿过魔法袍 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 但现在还是浅穿一下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正体 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 最近呢还是我们的老地方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 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 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园区 先来买个铜螺烧 这个是善意被下嫌打伤时候的样子 这个造型特别的蠢哦 它里面加的是一些栗子 它给是乳红豆 气氛 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就可以买到一些套餐 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线列车片 所以全都是大哥 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 800块 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 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 感觉又被看了 6分 这个要是炎柱的剑吧 怎么感觉像那么像一只铅笔 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 还是这个小黄仁的面包 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 你们感兴 而且它又松软 蟹又很多 好香哦 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 来继续下一下 这是一家马利奥开的甜品店 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 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 有点想要这个 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 和一个马利奥的草莓奶油蛋糕 我绝对不是因为它可爱才买的 但有一说一 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 它里面这个是有夹心的 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 欧酸 上面的香草冰淇淋彩的本体 然后这个蘑菇队长 其实是一个可乐桶 不是那个可乐桶 这家店整体不错 八番 我有出去探天 就是这个瓶子了 然后在路边看到 家没吃过的 它这个居然是一杯知识会饭 哇 逛主题了 就是要吃这种优质碳水才行 还有一个意外社会 就是在猪罗际公园里面 以恐龙尽情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 烤大鸡腿 大阪环区 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 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 比隔壁家的香多了 然后最后我们再去 马里奥的家里做做客 怎么样 吃马里奥的水 这个取餐牌 第二次看到它 还是觉得好可爱 你们有谁知道 这个是干嘛用的吗 上一次没有点这个蘑菇头 这一次我们就把它 脑浆都吸干 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 今天没吃多少 应该不会长胖 等一下 我今天是来干嘛的 阿宝宝 这个确定不是 备孕的时候才要吃的菜吗 哇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 中餐日做那个事 大概就是国内一家餐厅套用了 在日本很流行的 我妈咖啡的用餐形式 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但是吧 我想说在日本这样的中餐厅 真的巨多 主要是不仅没人质疑 反而喜欢他的人很多 我怎么感觉越看越像是菜的问题 所以我带着一颗强烈的探球形 今天找了家靠谱的来试一试 备孕的时候都没有吃这么豐富 好不玩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入口了 是不是有一种 前辈代购就出不来的感觉 这店感觉好高级好严肃 见到朋友才松了口气 然后我们点的也是 他们家的一个套餐 第一个是一个前菜拼牌 这菜叫富贵前菜 我感觉我妈妈肯定会很喜欢这个菜 我们一个一个来 这个是小米辣海带丝 配了一坨海螺肉 小米辣家的海带 又是特别酸爽 然后是一只醉虾 厨师已经把你剥好了 我本来还有点忐忑那个酒的味道 但它其实只有一丁点的酒香 然后一小块肘子冻 不过好像开胃菜都没啥可说的 就是越吃越饿 我们直接看主菜吧 第一个菜感觉就是C味 佛跳墙 它真的太补了 是不是佛跳墙的用材 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们这个打开 第一个是鲍鱼 因为是炖的 所以能极大程度保留它的Q弹 嚼就完了 还有个看起来品质还不错的海参 这个一口下去真的特别的鲜嫩多汁 这是一嘴巴弹嫩的胶质 然后我觉得今天最恐怖的是这个 牛鞭 我就很好奇 你们那吃佛跳墙要放牛鞭吗 口感吃起来很像牛蹄筋 不过是炖得趴烂的那种 我还以为会有那种骚味呢 下一口挑战升级 牛蛋 为什么要念两边 它的味道像毛肚又像卤水鹅肝 就是内脏的味道 没有骚味了 最后感情剩一口闷 喝一口佛跳墙的精华 这个汤足足熬了十个小时 那种浓稠的鲜味就是不一样 超不胖 接着是这个菜 鱼子酱松叶� 虽然这个搭配让我想起了那些吃不饱的法餐 但这一口吃进嘴里满满的蟹肉 这个分量肯定是中国菜 而且它上面一层还是蟹肉 这得多食称 而且它上面一层还是蟹肉 这得多食称 而且配上那个奶香味的酱不要太满足 这一口既有蟹肉本身的鲜甜 还有鱼子酱的咸香 就是满足 接着是一个点缀了春卷的狮子头 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狮子头还不太一样 特点是它里面可以爆汁 里面是一层肉肉的夹心 咱们就说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很过瘾 细腻的肉泥和大坨的肉块混合在一起 甚至还有点像没有皮的饺子馅 接着这个是他们家的海胆盒子 我发现他们家的分量都好食在 它里面不光有海胆还有海参 还有备柱跟猪肉 好多肉啊 这么多食材都挤在一块 一口下去真的会爆汁 哇 这个菜我真很想外带几个回家 接着是一盘蟹黄菊花备柱 淋了一勺满满的蟹黄糕的酱汁 备柱还挺有嚼头的 备柱的味道本身就很鲜 再加上那个蟹黄酱 甚至很想来一碗米饭 中餐嘛 怎么少得了鱼 我就很喜欢这种没有刺的石斑鱼 还是红烧的 石斑鱼的肉炖出来就是细腻紧致 酱汁是酸甜口的 有点像松鼠鲑鱼那个味道 又有点像公报鸡丁的酱汁 挺复杂 突然石斑鱼又是冷 总之就是酸酸甜甜不腻人 特别适合粘液饭吃 其实到这儿这顿饭的分量已经特别足了 我们还有个硬菜 椰汁配孜然羊排 还是货真价实的椰子 这个烤羊排闻起来羊山味特别重 但吃到嘴里却不怎么山 反而因为羊的油脂在嘴巴里画开变得特别香 我们直接来啃吧 总之来说今天这一顿就是十拳大 感觉回家不判个三五斤都是对不起厨师长 这种才叫我妈咖西嘛 阿基推荐指数 9分 好账 卡维尔 今天这碗小小的应该是我见过最可爱的我压库冬了 我愿意给他取名就叫做提灯盖饭了 好多蛋液啊 今天我们去了是一家非常神秘的店 不愧是提灯仙人呀 这个串的精髓是拿捏的很准 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 但是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老朋友 他在日本千叶县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繁华的 也不知道他这会儿下班了没有 你好 你好 对 换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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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嘉诚书刚开这个店的时候就已经预约了 但由于实在太火爆 我们今天才预约上 好了不要那么多废话 我们直接开始吧 这样我妈开始扣死的 喝什么 cola 他吃对我的感情吗 第一个菜就是最基本的葱煎鸡腿肉 鸡皮烤得特别香脆 葱根的回甘配上这个鸡皮的油香 快乐就从这开始吧 接下来是鸡心 我是特别喜欢鸡心里面包了很多油汤的那种 这一串就是你一咬下去 汁水就直接往你的喉咚里面流 这就是胆固醇带来的快感 接着就直接上我们的提灯了 这个灯拿上来就有个特点 就是后面卵巢部分的肉取得特别多 这样吃起来特别扎实而且很有嚼劲 就是蛋液在你的嘴巴里面油荡的同时 你还可以慢慢品尝内脏的劲道 接下来是蹦鸡里烤鸡屁股 它的味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朵很厚的鸡皮 就是固体脂肪 我还没有嚼油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表皮上面的炭火香味特别浓 它就像那个一层薯片铺在那个肉上面 然后你连着薯片一起把它咬下去的感觉 但它真的吃一块就顶住了 实属太油了 师傅也很懂 下一串就是芥末鸡胸肉 这个就很清爽了 半熟鸡胸肉精髓就在生的和熟的你都可以吃到 这种外手里生的鸡腿肉会有一种很特别的Q弹感 可能这就是层次吧 接着是甜口的鸡肉团子 里边压的是磨碎了的脆骨 然后因为外面刷了一层甜酱 所以可以搭配一点萝卜 吃进去第一感觉就是萝卜清爽的甜味 还有甜酱和鸡油的甜味 你能清晰的感受到嘴巴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甜味 然后接着是鸡的味带 味带吃起来其实很像鸡蒸的连接处 就是菌把子嘛 特别有嚼头 而且它里面是空心的 甚至嚼出了肥肠的感觉 接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菜 鸡肝 这一串块头特别大 这个就是考验工地的时候到了 好久没吃到过这么大的鸡肝 很难形容那种内脏的甜味 直接给你们看里面吧 就是你说它是生的 它也不是生的 但这种碳火的化学反应就让它特别香 接着我们再来一个素菜 这种在日本卖的特别贵的小青椒 特点是气味很香 上面撒了一点鸡肉做的沐鱼肝 那还能叫沐鱼肝吗 银杏果那可能也是不能忘的 碳烤的真的贼香 当你还想再吃点什么肉的时候 就很适合再来一串中吃 因为它最香又不沾股子 然后最后收尾的主食 加成哥强烈推荐了我们这个鸡肉盖饭 那两个蛋就是提灯上面的蛋 这一勺子里面有鸡腿肉 小鸡蛋 还有带甜酱的米饭 虽然它总共也就只有两勺的量 但每一勺的味道都巨丰富 这个太好吃了 厉害了 阿基团圆指数9分 可威尔 傍晚在东西的夏北泽街头吃一家 正宗的居酒屋料理是一种手体验 我真的太爱这种风味居酒屋了 正宗烤出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基 又到了一年一度吃居酒屋的日子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日本东西的夏北泽 我的快乐老家 这里街景文艺 吃饭便宜 又因为这周围有很多大学 所以就变成了年轻人非常爱来的地方 我的废话越来越多了 开始吧 老板说他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学生 然后毕了业绩开始做餐厅 非常的浪漫 所以给我们上的第一个菜也非常的重磅 这个不应该是先要烤一下再上完 直接拿着这样烤啊 然而没想到让我们直接蘸着蛋黄吃 用这个生肉球过满下面的香脂的那个蛋黄 直接烤吧 那非常的 我现在吃饺子馅儿 这是一个烤猪肝串 上面铺的那个是洋葱蒜蓉酱 下面是一叠香油 生葱烤猪肝串 吃进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蒜蓉味和炭香味一起造酒里共发 嗯 然后再是香油渗进猪肝里的味道 特别美妙 然后这个是和牛葱煎烤肉 配了一点黄芥末 我们再挤一点柠檬上去就可以吃了 师傅用的不是那种脂肪很多的波 在日本吃那种烤串的秘诀 就是一样连着葱一块吃 这种吃起来特别有嚼劲不说 葱的甜味和它肉的甜味还特别的搭 所以哪找到这么甜的葱啊 然后接下来这个菜是今天的全场最佳 我最爱的烂炖牛舌 这个菜其实很像关公主 牛勺子压它都烂出汤了 一咬下去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里面吸的汤汁 顺着你的牙齿 一直扩散到你的整个口腔 而且那个牛舌萝卜汤的味道特别咸 而且它这个牛舌软嫩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会怀疑自己正在嚼的是不是鸡皮 真的就是用舌头轻轻一领它就散开了 这太美美了 然后吃完这盘软的 我们再来盘硬的 炭烤牛舌 同样也是厚切 这个就非常的紧 牛舌边边烤的特别的焦 一层薄烟也没有盖住牛舌本身的味道 烤的就是比煎的香 然后你们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肉 马肉刺身 其实我一直品尝不来马肉 因为它吃起来跟牛肉实在太像了 日本人一般会加一点生羊末 但这样不就是更吃不到马肉的味道了吗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就是牛鲤 不过确实嚼起来会比牛肉更软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串 鸡肉团子 烧鸟店经常能看到 但它这两头食水有点大了 竹签戳破蛋黄 裹着蛋叶池 再配上下面的赵烧酱 这个串的汁水特别多 你就对准那个蛋叶的位置咬下去了 就是又鲜又甜 炭烤也能让它外焦理呢 缺点就是它太扎实了 再来一串银杏 假装自己今天吃了很多蔬菜 接着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硬菜 奶油浓汤牛尾骨 哇 它这个也是够难的 轻轻一挑起来连筋带入一块挑走 但这样直接吃也不是很过瘾 把它放在刚烤过的面包上 一起进嘴就特别香 而且要挑那种带筋的肥肉 跟面包的味道特别派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过瘾 你可以像我一样拿着牛尾骨直接开始啃 然后这样一盘下毒之后 你就不用再战斗了 好啦 阿基特线指数8.5分 卡威尔真超胖